邓昌和孙丽在娱乐圈一直以金牌夫妻荡自居 但是娱乐圈向来变化莫测 近年来也频繁传授二人的婚姻危机 近日因演出《甄嬛传》爆红的孙丽 改当辣骂在宣传自己的新剧时 不料惨遭剧中的男演员明道说漏嘴 爆料了自己的离婚消息 并且还借由表白掩饰 明道在威斯尔当中说 孙丽我爱你 你要是离婚了来找我 让孙丽在现场尴尬不已 只能不停地摇摇头 网友看过也表示匪夷所思 难道明道要抢占邓超的位置不成 据了解 早在孙丽来宣传前 她就提出三不原则 即别提妈 别提家 别提嫁 也不想回应她与老公邓超感情不目的网络传言 尽管不能聊感情状况 但丈夫邓超的八卦孙丽却没少提 前阵子邓超出席时尚品牌周年庆典活动 因穿一件有洞洞造型的黑色上衣 被网友攻击式黑色渔网时尚的灾难 对此孙丽套路 她回家之后非常生气 还把那件衣服拿给我看 说明明穿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些洞洞的 没想到穿上以后是这个效果 哎 就当是个教训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